台中市立會定期大會 市府交通局針對東海女大生 慘遭年死的事故做完專案報告 民進黨議員群起跑紅 民進黨議員質疑 盧秀燕五年多任期內 發生158起重車死亡案例 造成166人死亡 而且沒有去女大生靈堂上香 看不出誠意 報告議員因為當天有議會說我前一天去了 我前一天有去 這個慰問家屬並且行李 而且我之前也有去 但是議員通批交通局長 對肇事的客運業者 只收回三個月的黃金路線路權 你如果要求他收回路線 他就直接退場 他必須要重視行車安全 他就直接退場 那你這個也不要把保健 再也不發生任何行人在台中市 受到大車的威脅嗎 局長你跟居業不是沒有開過會 他們可以在短短的這幾年 就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開會還有用嗎 根據統計 台中搭乘公車族群已經流失兩成 公車司機低薪高壓的工作環境 也始終招不到人 專案報告每次發生事情之後 寫的專案報告都是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這麼的仔細 但是呢問題解決了嗎 盧秀燕也向公車業者喊話 如果管不好公車品質差 一直出事就不要做生意了 卻也因為大學生車禍喪命事件 讓議會電堂炮火四射 三立新聞 沈明志 張育坤 台中報導